战机升空 舰艇出动 面对中国威吓不断 台海兵凶战围 而为了维护台湾经济稳定性 美国智库提前做好准备 华府智库防卫民主基金会指出 台湾必须加强金融体系的保护 供应链联盟的建立 一旦台湾遭到封锁或围困 即可坚持生产而不被中断 增加台湾的经济韧性 台湾特别是我们的电子零组件 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所以说当台湾被封锁的话 能够维系这个供应链的运转 这个非常重要 否则的话 它可能对全世界造成了冲击 面对各种情况 台湾从金融体系到供应链 都得要维持稳定 因此学者分析 可能的经济兵推分几个层面 像是维持银行体系稳定性 数位金融不被骇客攻击 强化防卫能力 快速动员既有的体系 包括像是财政 工业 军事 交通等 而在紧急情况当中 政府可以快速来应变 台美深化合作 更要善用美国的金融机构角色 消除中方的攻击成果 而此次经济兵推演练整体报告 预计在十月公布 将为接下来的讨论奠定基础 建立新闻林初浅杨紫玉台北报导